大家好 今天呢 我为大家分享一下 用笔楷书当中 立刀旁的写法 立刀旁这个评文部署 在书写的难点呢 在于这个竖钩的写法 在此之前呢 我先书写一遍竖钩 竖钩这个笔画一定要正 竖画部分一定要正 不要太弯 到末端快要出钩之前呢 就往左带一下笔 然后再勾出去 这样子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轻微的 向下的一个斜着的动作啊 那么我们再来书写一遍 竖画一定要正 然后往左稍微带一下笔 然后再出钩 这样子的 斜下的这个感觉啊 要出来 那么这个竖钩呢 很多书写朋友在书写的时候呢 不太容易写直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可以有 除了写竖直这一种处理方式啊 还有一种是略为的往左凹进去 可以略微的往左凹 但是呢 一般来说呢 不会往右这个方向鼓 一般不会写成这个样子 一般就是 这样子也可以 对吧 这个地方呢 不往左带笔也行 那都没什么关系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利刀旁的写法 利刀旁呢 前面这个短数啊 不一定要写正啊 可以稍微倾斜一点点 可以往这边稍微倾斜 然后这个书画呢 一定要正 这样子的啊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具体这两个笔画 它之间的间距呢 要离多远呢 这个我们没有个一定之规 这个呢 得根据具体的汉字啊 和我们前面的部分在书写的时候呢 再来进行灵活的安排 那么我们先看今天的第一个字啊 第一个字看 报看的看 报看的看的 上面两个横呢 不要离得太近 稍微远一点 第一个是个左肩横 左肩横 这个横画呢 左边的竖着 右边的输缩啊 这个呢 是个左斜竖 这个地方一定不要写成一个撇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处理后面这个利刀的时候啊 我们写这个第一个小短数 离左边这个部分要稍微近一点点 不要太远 近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处理这个树的时候 要注意观察这个树和这个树的一个间距啊 不能完全一样 稍稍窄一点就好了 上面高 好这个地方要超过这儿 然后呢 往左带比再勾出去 这样子的 整个字来看呢 这个利刀旁啊 上面是最高的 下面是最低的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左右结构的一个结构规律 上树下树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利刀旁呢 它就符合这种情况啊 好 这是第一个字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呢 是形 形法的形 形法的形在书写的时候呢 两横的间距啊 同样不要写的太近了一点啊 稍稍稍的远一点都可以 左肩横 然后呢 注意这个横画是左边的树长 右边收缩 和前面这个看一样的 这是树片 树 这个树是垂露树啊 那么写右边这个时候呢 要观察这个树片和这个树的 它的一个间距啊 那么这应该是差不多的 下面的这个部分同样的高 这样子 整个字来看 还是这个树谷的啊 是比较舒展的 上面高下面低 那整个笔画比较长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笔画的间距 其实差不了太多啊 中间这两个树画的间距 会稍微远一点啊 你要把它写成一样也行 把这个树画往左边再移移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个字 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呢是列 列这个字呢也不难啊 前面这个横画呢还是短横 这横画还是比较长 撇画注意啊 撇画齐笔呢 差不多是在这个横画中间略偏左一点点的位置 略偏左 顿笔 这个皮画比这个要稍微长一点点 指向呢是差不多的 点画是略低 点画呢 差不多呢在这个匹的中间啊 中间的位置 不要太高啊 有很多朋友写到这儿来了 这边不对了 树呢 离这个横撇转折 这个地方稍微近一点 后面这个树啊 就要参照前面这个小短树 与横撇这个转折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间距 要这儿 这儿 这儿这几个地方间距差不多 同样的还是上树斩和下树斩啊 还是这个树的上树斩下树斩 好 那么这个列啊 其实还有啊 就是在古背帖当中呢有很多写法 嗯 那个我前面发那个写签字练签字文的时候呢 我看那个文哲明他写是这样子的 过来之后呢 再一个撇画 再一个立刀旁 这样子 这样也行啊 我觉得这样写还蛮漂亮的 对吧 比现在规范子好像更漂亮一些 然后这个呢 多了一点啊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是姓氏刘 刘这个字呢 左边这个文部啊 一定要注意点儿 后面的这个点一定要小 前面的这个点是右点 短横 撇画差不多在点画的正下方起笔 略偏右一点点啊 撇画竖展 这个点呢一定要小 这个点不要太大 好 竖画 那么我们写后面这个书构的时候 同样要观察这个书和这个撇起笔位置的一个间距啊 上面高 这样子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还有这个竖画 它们的间距是差不多的 这个竖画呢 也是上竖展下竖展 纵观我们刚才讲的四个字啊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立刀旁的竖沟的笔画呀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舒展的 几乎都是左边的要扁一点 右边的这个竖沟会显得高一些 不管是像那个到处的道呀 还是今天分享的那些字 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竖沟整个笔画要舒展 那么这个竖沟我们刚讲呢 尽量写直 如果说我们写不太直的话 我们把这个流呢 我们写一遍看一下啊 可以怎么处理 左边这个纹布呀问题不太大 不太大 然后这个竖画呢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竖画我们可以适当的 往内收啊 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弧度 可以适当往内收 但是如果往外鼓的话 这就比较难看了 但前面是问题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说把这个树往外鼓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流和前面这个流来看啊 这就难看很多了 这个如果说拉的再长 那么它的弯曲的就显得更大 反而更难看 所以说一般写的这种类型呢 一般都是往内收啊 包括国字矿 铜字矿 包括还有月亮的月 都一样 尽量这种竖隔横折钩的 竖画呢尽量往内收 不要往外鼓 好 今天的这个关于利刀旁的写法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观看五位的视频 祝您生活愉快